同学们好 我是王熙岳老师 今天我们来学习省略问句呢的用法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幅图 看一下 我的书去哪了 不知道在哪 所以我就可以问 我的书呢 意思是我的书在哪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 自行车在这 现在呢 自行车没有了 对吗 所以我想找我的自行车 我就可以说我的自行车在哪 那么我们简单来说 我的自行车呢 来看下面 爸爸妈妈 女儿和儿子 现在呢 不知道爸爸去哪了 所以我要找爸爸 我就可以问爸爸去哪了 那么我们简单的说 爸爸呢 意思啊 就是爸爸去哪了 爸爸在哪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句子 看一下啊 A说你是哪国人 B说我是中国人 你是哪国人 A说我是英国人 那么我们来看 B问你是哪国人 这个句子很长 我们能不能简单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说你呢 就是你是哪国人 就是你是哪国人的意思啊 下面看第二个句子 A问 说我学习汉语 你学习什么 然后B说我学习英语 那么你学习什么 这个句子有点长 我可以换成我可以换成你呢 你学习什么 你学习汉语吗 所以啊 问的是你学不学习汉语 下面 这是谁的箱子 这是我的箱子 那个是谁的箱子 然后说 那个是我朋友的箱子 前面第一个句问了 这是谁的箱子 那么第二个问 那是谁的箱子 就有点重复了 有点多 所以我们这个句子 给它换成那个呢 简单一点说啊 那个呢 意思就是 那个是谁的箱子 看下面 A问 你妈妈身体怎么样 身体很好 然后回问 你妈妈身体怎么样 这个句子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句子有点长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你妈妈呢 意思就是 你妈妈的身体好不好 身体怎么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的 呢的用法 来看一下练习 第一个练习啊 麦克是美国人 然后他问了什么 B回答说 玛丽是英国人 玛丽呢 意思是 玛丽是哪国人 玛丽是不是美国人 第二个句子 这是我的词典 然后他问了一个什么问题 B回答说 我的在这儿呢 所以他问 你的词典呢 你的呢 你的词典在哪 第三个句子 田方学习英语 然后问了什么 B说 张东也学习英语 我们可以知道啊 他问的是 张东学习什么 张东学习英语吗 那么我们简单的问 用呢 就是张东呢 张东学不学习英语啊 那么第四个 我骑车去学校 然后问了一个什么问题 B回答说 我也去学校 我也骑车去学校啊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 A可能问的是 你怎么去学校 你骑不骑车去学校 所以我就可以用呢 问你呢 你怎么去学校啊 那么第五个句子 A问 这些是中药 然后什么问题 B回答说 那些是酒 我们可以知道 那些是什么 那我们用呢 可以简单的说 那些呢 就是那些是什么啊 所以这是我们用呢 来省略问的一个句子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呢的用法 首先第一个 当没有上下文的时候 我们呢 问的是地方 问的是处所 比如说 你的书呢 意思是 你的书在哪儿 如果啊 前面没有句子的时候 我们用呢这个句子啊 表示的是在哪儿 那么如果有句子 前面句子有后 前面后面有句子的时候 那么这个句子的 语义我们要根据上下文去判断 比如说 最近工作忙不忙 然后B说不太忙 您呢 这个呢就是表示问的是 你忙不忙 你的工作怎么样 所以啊 呢一共有两种用法 第一种 在没有前面后面句子的情况下 这个呢问的是在哪儿 如果有前面的句子 我们要根据前面的句子 去判断这个呢的意思是什么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的 呢的用法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 ça 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